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诚意生涂颜值高与君哥能成热播剧,它机身顶流不是问题 东京奥运会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和普通观众一样,明星们非常关心我们祖国运动员的成就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明星都有时间关心奥运会 因为现在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近日,由诚意和张雨昕联合举办的与君哥新闻发布会举行 从网友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诚意状态不错,有气质成为新一代偶像 2020年对诚意来说非常重要 在娱乐圈打拼多年后,凭借电视剧流离,诚意进入了观众的视野 一般来说,古装偶像剧很容易赢得演员的名气 公所新玉获得了杨幂的名气花千古成就了85花旦中的赵丽颖 更不用说肖战和王一博了陈情令的存在让他们一夜之间成为了顶级时尚 琉璃的播出效果虽然也不错,但是和陈情令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没有办法 2020年的电视剧市场属于现代剧,很多电视剧如《三十而已》站台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003、010让诚意陷入了一个略显尴尬的境地,这远远超过了短缺 如果再有一个爆品,诚意成为顶流基本没问题 但是跟随琉璃的琉璃并没有出现任何水花,所以诚意顶流的路线被推迟了 再加上年初长安诺的大火,观众很快就忘记了诚意 当然,诚意也不是没有机会 山河令是个好机会 但是宇军哥在最近的市场上要争夺一个爆款名额并不容易 宇军哥播出后,某个平台大概会安排你是我的荣耀出现 003、010自拍摄以来就备受关注 最近,为了给工作创造动力,陈飞宇放弃了美国国籍 有了这次去陈飞宇的大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浩一行播出后,宣传和支持会有多强 当然浩一行也不是没有机会 103,010上线的时候,有多少人是乐观的?很少 但是,当观众接触到的时候,才发现真香 103,010是欢瑞的作品 作为前夏贤剧一哥,欢瑞实力不足 只要作品好,诚意的经纪公司自然会推自己的艺人 退一步说,即使浩一行未能击败宇军航,诚意还有一部与杨子合作的作品 然而杨子著名的望夫女演员已经成为顶级演员,诚意还有机会